结合全台各佛教会共同为高雄气暴举办消灾祈福法会 日前在高雄劳工局活动中心所举办的高雄石化气暴消灾祈福二期超度吉祥大法会 有许多来自全台各地的佛教会理事长、法师及大德们陆续进到会场中 在主坛上由各佛教会理事长共同主法带领台下 因为这次气暴事故往生或受伤的罹难者家属们 以及全台各地的法师信众 共同来诵念地藏菩萨本愿经祈福 全民众党身居臣氏 填出人文火怪饰养四大五一盒 金黄石化气暴 灾难之忧空有不测之余 近期火火之庇佑 事与仰寇 活天大吹习庆 功就劳工局 胡舍尽案 言请四众弟子 丰宋地藏菩萨本愿功德经 加持之火 毕密增援 前辈香花茶果 司徒妙供 十方三世 三宝 万德千尊 护发一切神职 光降法员 慈悲纳授 不愿活光 勇造全民 及受伤人员 本命远程 灾心散退 祈福二期超度法会 除了为王者超度 同时 抚慰生者 能走出哀痛 这天 有这么多 来自不同地区 不同道场的 法师和信众 来共同祈福 也显示 台湾这片土地上的 人情味和慈悲心 武供法会前 佛教会代表 给了每位 离难者家属 两万元的慰问金 伤者一万元慰问金 重建之路还很漫长 除了硬体上的重建 每位伤者和家属 以及居民的心灵重建 更为重要 希望大众起心 能早日走出这场 意外所造成的 伤害和悲痛 法界新闻 吴庸曲 高雄采访报导